因为我们现在要介绍那个分群 分群的概念 为什么要有这个分群呢 分群是什么意思 这边分群应该是一个新的主题 希望各位好好的去理解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都是在做一个资料里面的分析 后来我们会希望就是说 有一些我们不晓得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从已知的一个情形分成 例如说两种不同的情形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把病人跟正常人分成两个不同的群 那重点是这一条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在这条线的左边它就是一群的人 例如说假设是正常人 然后在这条线右边的它就是另外一群人 是什么呢 可能是病人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些点的话法是因为我们给它一些特征 把这个人的一些相关特征收集起来 然后透过一个演算法算出它在这条线的左边还是右边 如果是在左边我就说它是正常 然后在右边我们就说它是一个病人 那这样子这个用法我们叫做分群 那稍微注意一下 分群它其实在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是把它归不是归在统计 但事实上各位应该要知道 其实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模式识别图像分析 或者是我比较专长的生物信息 全部全部其实都应该归类是属于统计 统计这个领域再去划分出来的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如何去收集一些特征 然后把这些特征来去做分群 然后分好群之后再训练它的过程 得到一些经验 得到一些我们知道的行为 这就是分群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未来的应用 就是假设这一个病人 例如说好了 我们讲说判断说他需不需要不用高血压药 那如果说他的低血压高过于 例如说90 高血压也高过于140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他的心跳 大于例如说100 OK 他可能就被归在这个部分 那相对你要去收集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他的这个三个资料当作是特征 来去做一个基本的分类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最有名的 只要讲到分群一定都是使用Iris的资料 所以Iris的资料我给各位看一下 好所以可能在用Google搜寻的时候 我们就输入Iris 然后Data Download 当然啦 除了Iris的资料啊 铁达尼的资料啊 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反正只要做资料分群 通通都是在讲他 就好像那个不像分析的时候 一定都是Linda那张不像 好 来去做那个影像识别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是UCI的Mastream Learning Repository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资料 这边DownloadData Folder 好 所以点它 可是在Download的时候 这个就是资料 Iris.data 其实我也是下载这个资料给你们的 怎么下载 滑鼠右键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这个 另存连结为 反正就是 就是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我就把这个文字档就给你们 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要知道它的一个内容到底是什么 它有五个类的 它有五个基本的特征 它这里面就是基本的 只有五个特征 第一个 Sable The length 花二的长度 第二个 花二的宽度 到底什么是花二 我们来看一下图楼 才会知道 哦 原来它收集特征 就是以收集花二的宽度跟高度 长度跟宽度 还有呢 另外一个 Petal Petal 就是花瓣 花瓣 好我们还是给你看这张图好了 通常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其实就会告诉你了 这是花瓣 这整个花瓣 这花瓣的长度 然后宽度 再来花二是什么呢 花二是这里面 花二是这个 花蕊那个里面的东西 我们一般好像叫做花蕊那个东西 好我们还是看一下那个Google的搜寻好了 比如说Iris的图片 看一下哦 这个是 这个是Petal 这个是那个花 里面那个 更细更小的 这个 这个叫做Petal 然后呢 这是一个大片的那个花瓣 叫做Saple 好 所以这两个单字哦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Saple就是花瓣 然后呢 这个Petal 是花二 好记住咯 好那请问一下 Saple的Length 一定大于Petal的Length 对吧 记住哦 花瓣 花瓣的长度 绝对会比花二的长度来的长 而且长分 多 Saple是花瓣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Table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在这个Table里面 我们要把那个Iris的Data叫进来 然后去进行一个分群的分析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 因为我给各位的应该是一个文字档 所以点选这个Test File 请点Test File 然后接下来呢 请找你们自己的资料夹 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就是Iris的Data 有没有一个Iris.Data 好我是打开全部的资料 我才看得到这个Iris这个档案 点它 然后Open 那打开之后呢 请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是我们从网路上抓下来的资料 包含例如说 微服部所提供的资料 都是从网路上抓下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多进行一件事情 叫做Use Data Interpreter Interpreter就是翻译 翻译人员 翻译人员 那这边是不是使用资料的翻译 它就会把一些 例如说 UTF-8的资料 再去做一个编码的一个转换 可是 有时候会产生突材的情况 所以您可以打勾 打勾 它会这边 如果出现一些什么状况的话 再去看一下 像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是 不用去做这个翻译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打勾 因为打勾也没有产生任何的一个改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针对这些栏位 我们必须要去修改栏名 各位您看一下 这一个5.1 这个5.1 3.5 这跟另外F-3 这一栏 1.4跟0.2 所以大概您可以判断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花瓣 F-1 应该是花瓣的长度 好 所以我们先学一下 如何 因为我觉得你叫F1 F2 F3 F4 F5 这样不好 所以改一个名字 怎么修改 所以滑鼠右键 点选F1 然后请点 这边有一个Rename 请改成Save Hope 或者是为了等一下我的讲解 所以我就变成花瓣的长度 所以花瓣长 然后F2就变成花瓣宽 F3就变成什么呢 这边Rename 变成花瓣的长 F4就变成花瓣的宽 F5 F5就类别咯 我们可以分成这五个栏位 一个是花瓣长 花瓣宽 然后花瓣的长 花瓣的宽 以及类别 五个类别 分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画图了 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既有的特征资料 就是花瓣的长度跟宽度 所以我们来去画这个散布图 所以花瓣的长度快速点两下 花瓣的宽度快速点两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不是要算那个总数的一个加总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边怎么做 请把这个分析底下的 aggregation measures关掉 它就变成一大堆的点了 您觉得你看 所有的资料是不是都聚集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适不适合做分群 不适合 因为它就感觉起来 它就变成一群了 所以花瓣的长度跟宽度 可能比较不太适合做 那我们来去复制它 复制这张工作表 duplicate 变成sheet2 然后请把花瓣的长度宽度改掉 改成什么 改成花2的长度跟宽度 所以呢 我们先把这个花瓣长度 宽度先拉走 然后改拉花2的长度跟宽度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资料里面 感觉哦 现在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好像至少它有分成两个吧 分成上面的下面的 所以花2呢 花2比较短的 它比较可以去做分群 因为能不能做好的一个分群 选择特征是很重要的依据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建议各位做图的时候 我们就做大一点嘛 所以entile 还有这都是圆圈圈 建议各位形状把它改成实体的 就是实心的 这样比较好看 好 我们先做什么分群 我们先按照 按照什么 分类来去做分群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类别 类别 请把类别搬到颜色 这就是最基本的分群 可是这是已知 这是标准答案 就是我把每一个点 我都知道它是什么 像例如说 这边看到它是Iris 这全部都是Iris 这边全部都分对 这边呢 这边全部都是Iris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用分群的方式 像例如说 它这边它所用的分群方式 绝对是用K-means 因为K-means是一般 我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K-means它就是在这边画一条线 然后这边画一条线 然后去做分群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说 这边都已经有三个红色点了 这个点怎么可能会变成是绿色 在分群的角度来看 它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因为分群 分群如果使用的一个方法 好与不好 像刚刚就好是用这个方式 这样子转过来 然后再切到这个地方 再转过来到这个地方 再转到这里 画出这一条线 我再重新画一次 这一看就知道它不是直线 因为K-means画出来是直线 你看如果我要很好的分群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要有一条我游标这样子的走法的线 好这样子画 好那这一条是曲线 好这边一定要特别诚 要讲一下 这个VCM的方法 是由台大一位教授 所写出来的 好他这个方法呢 在我们生物特征 或者在很多地方 都被广为使用 所以到时候如果说你要做分群的话 也可以使用VCM这个方式来去做写程式 你就必须要写程式 配备跟VCM的方法来去写 毕竟那位台大教授是我们台湾人 他不是美国人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好分类 所以我们先把这边用类别做的分群 打在这个地方 所以输入类别 好我们建立了第一张资料表了 而且标准的答案在这里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透过什么方式来去做一个分群 他这里面的K-means来去做分群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呢 新增一张工作表 在这个工作表里面呢 我一定也是选花瓣的长度 跟花瓣的宽度嘛 然后接下来我们分析的方式 透过什么方式 透过不要做aggregate measures 然后一样把这个点 这个点呢 改成时心 时心的方式 刚刚那是因为我把类别拉进来到原色 这代表是什么 是标准答案 可是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要做分群啊 怎么做分群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分析 这个分析工具 底下是不是有分群 直接按住这个分群 按住这个分群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这个区域范围 要搬到这里面 但是其实你搬到这边也可以 反正就是 你在这边 你点它 好 也可以 点两下 也可以 反正重点就是 这边 随便你怎么做 因为一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它真的要搬到这个地方 后来呢 搬到这里也可以 或者是你从原本那个cluster 快速点两下 都可以 反正都是出现它 好 这是第一次分群 喜欢分群可以分几次 你高兴就好 没有限制 只要你电脑没有当机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分成几群 因为我这里面的资料 只有两种资料 花二的长度跟宽度 好 所以这边变数就这两种 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的变数可以设三种吗 可以 但是请记住哦 当你的资料量很多的时候 三种四种 因为像我刚刚介绍高学压 其实有时候我们还要考量到那个 卖国跳动 所以舒张压 收缩压 还有卖国 这样就变三个variable 这变数就三项 好 接下来就是 number of clusters 就是你要分几群 例如说我想要分成 在这边一看就知道是三群 因为这边 什么 setosa versi color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忘记了 反正就是有三种类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分成三群 然后接下来 我就直接点 关掉 这样乍看之下 它是一种颜色 代表一群 这个也是一种颜色 代表一群 这边也是一种颜色 代表一群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直接快速点两下 写什么 分群 这张资料表 这张工作表 我们就叫分群 好了 那我现在我有什么 我有类别 我有分群 我有两张可比较的表格了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想要算出来正确率 当然会要论文一定要正确率多少啊 或者是错误率是多少啊 或者是我应该要分成是这一群的 结果把它分成别群 或者是或者是我应该是别群的把它分到这一群 好我们会去算行一的错误还有行二的错误 然后这两个错误还不能太高 反正这都是统计 如果说可以的话 可能最好就好再拿回来去算算看 或者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算完 那我现在我只教正确率的算法 什么叫正确率 您看一下哦 分类 分类里面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这一群嘛 对不对 这个点应该是跟他分在一起 那来看分群 他把这个点 这个点归在这一群 这就代表错了 分错群 所以我们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分对群有多少 分错群有多少 那你不能一个一个指出来给别人看吗 你指得出来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透过另外一种视觉化效果呈现 好 这就必须要去思考一下咯 首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有三群 所以这三群啊 先把名称写出来 举例来说 因为这三群我也记不住 所以建议各位自己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群分别是哪三群呢 我的讲义 我应该写在讲义里面 可是不好意思 我没有写第28页 好 那我们在这边写一下好了 我们有三群嘛 所以请看类别 下面的这个是什么 下面这一个是Iris 不要写错字咯 大写的I 然后RI 不要写错字 等一下连打错字都不能打错字 我们因为要去算正确率 主要就是去比两者之间的一同 然后Iris 接下来 接下来中间 中间这个部分是Iris 的Vercicata 下面呢 最上面是Iris Vercicata 好 写好了吗 这三个 那也就是说 这三个字 注意大小写哦 都不可以拼错哦 都不可以拼错 好 那我们到分群这边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分群 这个分群呢 直接 直接 按住它 搬进来 搬到 各位 搬到这个Data这边 搬到Data这里 不是搬到分群里面哦 分群有这些功能 好 那 直接点回来Data 然后把这个分群 注意我们现在在哪张工作表 不是类别 是分群 这张工作表里面 是不是才会有这个 Cluster1 然后按住它 搬到 搬到 维度这边 然后它会叫什么 花二长 N的花二宽 刮乎Cluster 好 是不是多了这一个 多了这一个 好 接下来呢 我要去编辑 编辑我这里面这个群1 这个群1应该就是我们的Iris Setosa 这个群2 Cluster2应该就是我们的Iris vs Color 这个群3呢 群3应该就是我们的什么Iris Face Virginica 好 所以我们去修改一下我们的群1群2群3 怎么修改呢 滑鼠右键点它 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Edit Group 编辑群组 编辑群组 本来它是不是叫Cluster1 Cluster2 Cluster3 好 因为等一下我要比较嘛 我要比跟类别比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群1改成跟类别相同的名字 所以呢 这个修改一下名字 注意大小姐不要打错咯 所以这个应该叫做Iris 这都在考验我们的一个细心程度 不要打错字了 Setosa 然后群2 Rename 它叫做大写的I R-I-S Dash Versi Cover 群3 Rename 它叫做Iris Dash Versi Cover OK 所以你现在有标再移过去 这个分群这边 一过去分群这边 您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还是叫什么 还是 这个 Cluster1 Cluster2 Cluster3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已经被修改了 被修改了 可以吗 已经被修改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新增加一个就是正确与否的比较 就是说我们要去判断它是对的还是错的的比较 所以我们要去新增栏位咯 所以怎么新增栏位 滑鼠右键点这个 为什么点这个 等一下我们可以少打一些字 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去做一个新增栏位 新增栏位 Create 然后Calculate File 就新增一个栏位 就是判断 判断它到底分对分错 那是不是就判断说 这个判断 所以我就直接写判断好了 判断分群是不是分对还是分错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栏位了 然后如何判断 判断就是要去做一个 就是例如说用相等 是否相等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两个等于 记住是两个等于不是一个等于 好 所以输入两个等于 然后呢把类别搬进来 好了 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等一下它就会判断出来 是或者是否 是有多少的 否有多少的 OK 好 所以再看一下怎么做 很简单 我们新增加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呢 来去做一个判断它是否分对群或分错群 OK 所以这边是不是多增加了一个叫做判断分群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用判断分群来就画一张图 画一张直条图 好 那怎么画 所以点选加工作表 然后呢 直接把判断分群快速点两下 这里面不就是只有是 或者是否 就是true跟false 所以点选什么 点选这个 记录数 哦哦 我刚刚有打错字耶 才会出现这种情形 这代表说什么 true有98 然后false false 有52 代表我有打错字 好 我看我是哪一个字打错 我先快速看一下我到底是哪一个打错 我看我是哪一个打错 Virgini 打錯字 好,我來去再重新修改一下 這個地方打錯了 這個 打錯字 好,再看一下 你們做出來應該是大概140多跟6比吧 144跟6比 我再確認一下 這個SETOSA沒有錯 然後這邊是VERSICOROR 是VIR 我打到VER 好,修改一下 這個應該是VIR 好,我打錯字了 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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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觀看一下咯 我們來畫一張 好,我們新增加一張工作表 然後來判斷分群是否正確的直條圖 所以快速點兩下判斷正確 再加上我們這邊是不是有一個資料的紀錄 這邊 Number of records 快速點兩下 我們這邊是不是會看到 正確有多少 144 錯誤有多少 有60 有嗎 好,有看到這張圖 可是通常我們不太喜歡給別人看表 我們希望給別人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圖 所以我剛剛只是把那個 因為我會希望給人家呈現說 錯誤是發生在哪幾筆 這件事 所以我把它改成直條圖 直條圖 建議各位是用直的方式來去呈現 所以大部分都分對了 144筆是分對的 然後6筆是分錯的 所以這是判斷分群是否正確 好,判斷分群是否正確完畢之後 我們要用儀表板來說話 而且我們通常關注的重點應該是分錯群 所以我們這個儀表板就先把判斷分群是否正確這張工作表先放進來 那 建議各位 好,還是先設一下 就是我們的size呢 我們使用的是自動 好,然後 接下來呢 這是第一張 判斷是否正確 接下來第二張 第二張的話就是我們分群 我們先呈現那個標準答案好了 類別 這是分類 這是標準的答案 接下來還有我的分群 放在右下角 對不起,我先把這個先移掉 好,這邊我們大致上 大致上呢 可以發現有這三張圖 通常這張直條圖 我們未必要放這麼大 我們只是要 刻意要去看哪六個點是分錯的 所以把它稍微拉到左邊一點 好 各位我們 全部資料都放在一起 那你會說 顏色上面能不能稍微修飾變成正確的顏色 這當然都是可以的 就像例如說這個 我們都以標準答案為主 標準答案為主 標準答案為主 所以呢 下面這個藍色 我就要改成這個黃色 好 所以去分群這邊 把這個藍色 藍色的顏色編輯一下 編輯 好 所以呢 分群一應該是什麼顏色 黃色 應該是這個顏色 所以把它顏色點成黃色 那分群二 分群二還記得是什麼顏色嗎 好 如果我們都是貴人 沒關係 我們去看一下 類別 哦 這紅色 這個群三應該是綠色 好 那我們到這個地方 再來稍微修改一下 所以呢 分群二應該是這個顏色 分群三應該是這個顏色 那沒有分群無所謂 先不管 好 那這時候我們去看我們的Dashboard 顏色是不是就都對到 都對到 可是你千萬不要讓別人去看說 這個點跟這個點是不同的點 對不對 好 我們希望說點它就出現哪六個點 所以呢 所以最好的做法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做法是 射成什麼 高亮的方式 因為當我今天把它射成什麼 過濾 Use as過濾 我點它 它會出現六個點 它會出現六個點 那另外一個點在什麼地方 你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這兩個點是一樣的 就是一起分錯群 可是 你那個整個的視野 是不是就整個跑掉了 所以我建議不要用 filter 而應該用另外一種 所以我們把Dashboard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Action 這個先把它移除掉 增加一個 以判斷分群為主的 highline 然後直接點選 OK 好 你們看一下 這邊我們是不是點 錯誤 那這邊是沒有出現的 為什麼 因為 沒把那個 判斷分群放到類別這邊 所以再把判斷分群放進來 然後也把判斷分群放到這個地方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去看一下 它就會告訴我說 這個六個錯誤 這個六個錯誤 它發生在這個地方 一個點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這時候我們就要去思考一下了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其實 真的 它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兩個品種 針對花二的寬度跟高度 有一些會產生什麼 會產生很相似 無法做分群 可能因為物種的雜交 所以 所以變成什麼了 變成就是說 那個花二的長度寬度會比較接近 當然這個時候也許我們可以 再換別種很多種思考的邏輯 但是前提是我們會搭配一個可行的一個生物 生物的一個概念 然後放進去 你不能天馬行鋒 只是為了說我要產生出一個很漂亮的曲線 來去思考 因為我本來我最早的想法是這樣 這個想法是不對的 因為如果我們 我從例如說遺傳的角度來去看 還是從例如說疾病的角度 讓那個花二長度寬度改變 或者是因為環境的改變 這都是可以去思考的 可是以前我的想法我會停留在 我就只要想辦法畫出這條曲線 讓這兩群分開 所以 所以我只是要告訴各位 這樣子的想法其實是不對的 那再過來 分群怎麼應用 這非常的重要 好,我有了這樣子一個分群 如果說今天我知道了 如果它的花二的長度呢 長度大概是2 大概1.8 大概是1.8 然後寬度大概是0.3 我就知道說它是這個 Satosa Iris Setosa這一群 那如果我今天我去野外 我就去做那個調查說 發現了這個Iris 然後去量它的花二的長度寬度 我就知道說它就是那個長度呢 它是1.5 1.5 那我可能就猜 光看1.5 花二長度1.5 就大概知道它應該是Satosa 好 那知道這件事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尤其是在那個疾病這邊呢 我們一剛開始 會有一些人 他可能沒辦法很清楚地描述 他的身體狀況特徵的改變 這個時候呢 也許我們可以多詢問幾個適合的一個因子 來去搭配得到正確的結果 這是分群的一個應用 希望說你們可以用在我們的一個 比如說輸入食品檢驗上面 這應該都還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行為模式的一個使用方法 那我大概分群就先介紹到這個地方